好,在这边呢,我要用Pelani Focus来教4.2,Law of Cert Cert是什么东西呢?Cert就是这样,Square Root 2啦,然后Square Root 3啦 这些东西我们叫它Cert OK,所以在这边呢,我们都会有遇到这种Square Root 2,Square Root 3的这一种东西的存在 然后它在4.2a的时候呢,它就有Comparing Rational Number and Irrational Number and Relating Cert with Irrational Number OK,so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在前面的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好像跟后面的那些Cert没有关系的 可是它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它要让你知道什么是Rational Number,什么是Irational Number 好,在这边呢,我们要懂什么是Rational Number So,我们其实呢,在那个Form 1第一课 我们有学那个Rational Number OK,什么东西是Rational Number 好,Rational Number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能够把它写成A per B 然后你的B不等于0的号码 就是Rational Number So,我们在小学学的整数分数小数都是Rational Number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好像我有一个5 我可以把它写成5 per E A per B啊 然后我的那个3 per 7,这个是肯定了的咯 然后我的1又3分之2的时候 然后我这边乘了再来加5 per 3 然后我的1.7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了那个10,17这样 这些都是Rational Number OK,然后呃,在我们的Rational Number里面呢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循环小数 OK,循环小数 循环小数 什么东西是循环小数呢?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你就有这个3分之1 然后除的时候,你会拿到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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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样,它一直没有停下来的3分之1 OK,然后它后面有一个Pattern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好玩的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它给你看这些是那个Rational Number 然后它是Face,这个是Recurring Decimal 这个叫做循环小数 OK,然后在这一边0.15,15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5 per 33 这样变成5 per 33,它后面会有交 可是真正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你重复的东西是一个 一个3的时候,它分母就是一个9 上面是3,然后你越减123 然后它重复15嘛 所以它是15 per 99 越减35,5 per 33 OK 2.14,啊,这个就难了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就 有别的方法来做啦 我没有办法一眼看啦 其实有办法一眼看的 但是我自己没有真正去学 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别的方法来做了 OK 或者是我可以在我的计算机这边 2.1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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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的计算机够好的情况之下 你这样写之后 你再按等于 他就会直接给你答案了 啊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无脑操作 就是真的是你不会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像这种 0.8呢 是405 然后1.75呢 是740 然后这个3.24 呃 这个 Erasional Number呢 是你不可以写成P per Q的东西 然后 Such that 有什么东西呢 Erasional Number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 就有Pi 我们 第一个接触到的其实是Square root 2 Square root 3这样的东西 然后过后我们有Pi 我们有E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Square root 2啦 然后Q root 2啦 这种东西都是Irasional Number OK 然后Irasional Number呢 他其实是蛮好玩的 然后你自己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上网找一些故事一下 就关于Irasional Number 那一个 呃 PiDogress 我们在Form 1 Chapter 13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学到那个PiDogress PiDogress那边还是讲哦 90度对面那个是长的 然后另外两条是Short的跟Banded的 PiDogress就讲哦 我的长的Square 会是等于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的 就PiDogress他有讲过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Dogress叫做PiDogress Dogress 然后可是很多人都懂 这个是PiDogress讲述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不懂的是PiDogress 他的有一个学生 呃跟他学数学 然后PiDogress他就曾经跟所有的学生讲 所有的号码都可以写成Ratural Number A和B 然后B不等于0 他跟所有的学生这样讲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学生呢 就发现到 如果我有一个正方形 然后每一边都是E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这样切一半 这个就变成90度了 然后这一边的这个 这个就会变成Square root of 1Square加1Square 他会变成Square root 2 可是Square root 2 这个号码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 那一个Ratural Number 我这个我没有办法把它写成 A和B这样的东西哦 然后他跑去跟PiDogress 讲 哎老师你讲的东西好像可能有错 你讲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写成 那个A和B 这句是你讲的吗 然后PiDogress Theorem也是你讲的吗 对不对 然后可是你两个讲的东西 这样合上来的时候 这个Square root 2不可以哦 然后PiDogress就讲 嗯你给我想一下 然后你回去先 然后过后他就派人去追杀他了 哈哈哈哈 杀人灭口 你知道太多了 You know too much 然后他好像是掉下河里面 还是怎样啊 那故事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是真真真真人真事来的 ok so我们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让你知道哦 这些是sert 所以他其实他的a的部分 是comparing rational number and irrational number 然后我们要relatingsert with irrational number 所以sert 他不是rational number 他是irational number 而我们的example6 这一些题目里面呢 ok 其实我觉得example6这个很飞啦 就你看啊 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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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就2199哦 3721733 啊 so 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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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21够多了情况之下呢 哎 哦我放多一个零了 ok 我的零放在前面 我的零放错地方了 零先 那这样 733 那 然后接着的这个什么 6.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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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gj 这个你就会变成623333237237237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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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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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37237235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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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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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38237236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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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372233888238237 검찰30323723723823723823623823924238237237233238233�2237237237occ valt 中 hopeless 0.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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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我我自己本身不懂怎样看啊 有方法看了我独钟他们有教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学过了 ok 236所以他会变成1355 1355 然后这一种呢他要把它写成分数 ok 1355 你看他在这一边733 然后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255啊 255没0.2363636 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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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是2 哦他要再加0.2 我还没有做完哎 那个后面还有不足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我们可以直接拿到他的答案的一种方式 ok 这个是A的 这个是B的 这个是C的 好 所以我的A的这一边呢 我就let我的n 是等于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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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复2亿嘛 对不对 这个是我equation1 所以我的equation1就乘100 他就变成了100n 他会变成99n 然后这个减这个他剩下21 ok ok 好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的n就会变成2199 然后733 好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这个就是733 2199 100n 这样 ok好 嗯 so这个是A的B的这一边呢 我们有这个6.237237237... 然后我的这一个我就同样的一种做法 ok 我让n等于这个东西 其实他有另一种做法是他把它分开啦 就是6 6加2点 6加0.237237 我觉得那样做比较麻烦 你看这个是equation1嘛 237 重复3个嘛 重复3个就乘3个0 我的equation1乘3个0 所以他变成1000n ok 就会变成6237.237237237 这个变成我equation2 我拿我的equation2来减equation1的话 我就有999n等于6237-6 6231 所以我的n就会是等于6231除999 ok 所以6231over999 那 所以他就会变成6.237237237 这样 ok 然后月减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了这个什么 2077 over333 其实我要换成relational number 罢了 我不需要把它换成那个 呃 lowest tone into a fraction form 他这边换成这样 我觉得不应该换成这样 我觉得直接换成假分数 这样p by q a by b 这样会更好 我觉得这样给我会这样停下来 就会比较清楚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是属于这一个东西 我们做对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c的这个 c的这个呢是这样的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letn等于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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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个是我equation1 同样的 我就重复两个嘛 36嘛 乘100咯 so equation1乘100 所以我就有100n等于 呃 2 3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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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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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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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8 9 0.1 13和55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在这一边他是这样 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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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然后我的做法跟参考书提供的做法 有一点点的不同 参考书的做法呢 他会把他6抽开 然后他只是拿循环的部分 然后他把0.2抽开 然后0.0363636的那个部分 可是他就有10N 1000N 我觉得 这样的做法会更复杂 你就直接看他重复两个乘100 重复三个乘1000 然后再来减这样可以减掉他的部分了 就是说你看在这一边你看我乘了100之后 我的这个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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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363636重复啊 就可以减掉了啊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我的这一个什么 啊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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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减掉了啊 然后这一边呢 是 237237237 然后有那个旋转角数237237237 有旋转角数这样 直接减掉就可以了啊 所以你用我的这个方法 你不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然后做了 然后再来加这样 我觉得这样 这样会比较容易了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决定到底是乘10 还是乘100 还是乘1000 是based on 我在这一边 你看他这一个重复的 只有一个3 他一直重复的是3 所以这个的写法 其实是0.3一个点这样 所以重复一个的时候是乘10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重复的是21 所以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0.21 上面放两个点 还是重复21这两个地方 所以两个就乘两个0 乘两个0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237是我重复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他也是6.237 上面放两个点 开头跟结尾 我们重复三个 所以他就三个0 然后我在这边 他是36是我重复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n呢 其实是0.236 这两个地方重复 所以重复两个乘100 重复一个乘10 重复两个乘100 重复三个乘1000 所以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 我们检查答案啦 就是想你找到的这个分数 你把那个分数输入进去 然后你再把它换成小数点 然后你的分数跟那个小数点 是一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就对了 我给你分数跟小数点不一样的话呢 他就不对咯 接着我们再来看3的这一边 他说那个 errational number ok 他其中一种呢 是root的form 然后我们叫它set 所以这一刻 这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叫做set set就是有关系到square root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然后他讲 不是所有的root是set ok square root5 还有qroot4是set 可是square root4呢 他等于 2啦 他没有放加减啦 除非他在这一边 如果我们有两个东西 有的时候学生不清楚 什么时候要放加减 什么时候不用放加减 这个写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没有弄清楚 我有xsquare等于4的时候 这样我的x呢 就会变成加减square root4 然后他就会变成加减2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知道我的2square会是等于4 我的减2的square会是等于4 所以xsquare等于4的时候 我的x可以是2也可以是减2 另一种情况是他直接x等于square root4了 他已经是直接给你x等于square root4了 这样他就只有2而已咯 所以这个其实他应该是等于2而已 ok 他就不是一个set ok这边他前面没有放加减 所以我这个是不需要放加减的 set是怎样 set呢 其实就是square root q root这种power的这种 这个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set 这样的一种写法的东西我们叫它set 这样 这一个 这一个是set5 order3 set5 order3 ok 然后就是说它是set这个这个符号我们叫它set 然后这个里面是他的东西咯 然后这个地方是他的order 这样 ok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这一个set5 order3 ok 所以这个是set and order and这样的东西 se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 呃 你用计算机来按啦 ok 我们不用管他这样多 我们直接用计算机来按这一个 ok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有这一个东西 4 4096 我按出来8 ok 这个等于8 哈哈哈哈 这个根本的答案错 哈哈哈哈 答案是8 ok 啊 这样他就不是set了 ok 他不是set咯 因为他是一个整数啊 set set的话呢 就是说你看下面的这一个东西 我的这一个 他是 分数 这样 195 232 他是一个小数点 可是他非循环的 你看9167 972739 他没有一个pattern给你的 非循环小数 对 那一个 所以set的情况之下 他是非循环小数 然后 那一个 你能够换成 循环小数的 他就不是set 啊 循环小数的 你就可以写成分数 所以我们的set 你看像我们平时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是square root2 这样的东西啦 啊 这个 1.414213562 他们的东西循环了嘛 所以他就是set ok 但是真正的set来讲呢 你看啊 然后我的square rootof195 他也是square rootof195 我的square rootof232 他是2 square root58 所以他这一个呢 是2square root58 然后square root195 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就乘58 square root58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呃 那个195乘58 195乘58 然后他会变成11310 set11310 over 这个2乘58 2乘58 然后他是116 116 所以你看啊 我刚刚的这一个我拿到的是 0.9167 972739 我现在的这个square rootof11310 over116 ok over116 他会变成 这一个东西一样的 ok 你看就跟刚刚的这一个 跟刚刚的这一个是一样的 你看到他们是一样的那个value来的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做的这一个东西 我们后面会学到 就 10点 呃 大概5 example 10 左右 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学到 这一个呢 他叫做 rationalize the denom minator ok 就是b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学到b的部分 我才讲这个东西 重点什么东西是set呢 就是说 你按出来他是整数 他是set 然后你就讲 老师 这样小数就是不是set吗 不 小数也可以是set 就好像我这一边 我由25 16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他是1.5 可是我其实可以写成5.4 所以他不是set 有有那个 那个root 的那个符号 那个才叫做set 没有root的那个符号的不叫做set ok 所以这一个他是属于rational number 这一个 这一个他是属于rational number ok 这个不是set 这个不是set 这样 ok 总之你能够写成pbbq的就是属于rational number ok 他就不是set 好 在这一边呢 他就让我们 可以做他的那个练习 做第一题罢了 ok 好 那一个后面的try this 4.2的第一题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讲 so在这一边刚刚这个我拿到bub 然后只要你没有这一个符号的存在的 他就不是set ok 他有这个符号存在的他其实是set 而且我的这个bub哦 我可以写成bubb1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rational number来的 ok 呃 然后重点是没有这个square root的符号在那边的 他就不是set 就好像我在这一边 你看 这个sq2是set set3是set set4不是set ok square root4等于2 他就没有那个符号在了 现在这不是set 然后square root5 他是set square root6 他是set square root7 他是set square root8 他是set 然后square root9 他不是set 他变成一个号码出来 或者变成一个小数出来 这样他就不是set 他变成非循环小数 因为很大的那个号码的时候 非循环小数 这样他就是 他就是set ok 有那个符号留着的 他就是set ok 在我们的计算机按很大的那个set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的完整的写成set的样子出来给我们看 他出来的是非循环小数 所以真正set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符号的东西叫做set 然后因为他很大的号码 或很小的号码 他计算机按不出来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非循环小数 所以我讲非循环小数也是set 其实是不对的 就是有这一个符号的他也就是叫做set ok 好 non-recalling 在分解 再次呢